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现在可以说是一个万物皆可联名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汽车和电竞联名跨界又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北汽魔方联手人民电竞推出的魔王电竞版这款车型 看看它又有什么新buff的加持 之前我对这款车型外观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我觉得它是一个长得非常像纯电车的燃油车 这次的魔王电竞版它也是换了一个非常有电竞风格的皮肤 反面就用了这种很阳光很热情的这种正红色 那我们侧面呢还看到它也印有了这种北京的logo 就这个整体的色彩的这个视觉冲击还是有的 再搭配上它外观非常新潮时尚的造型 是不是一下就吸引了很多游戏玩家的注意力了呢 我们现在就赶快上车看一看北汽魔方 到底是怎么把一个虚拟的游戏世界搬进座舱当中的呢 那一坐进车内还是挺有电竞的氛围感的 你看它前面摆了两个小手办 然后后面呢也有这种游戏的这种靠枕 那我们看到它现在的这个车里是有氛围灯的 那北汽魔方呢它有实色的氛围灯可以进行语音的切换 并且呢还可以和中间的这块14.6英寸的中控屏进行联动 从屏幕里面看到它的这个氛围灯呢 这个灯光可以根据音乐的这个节奏 包括车速和车内的一个温度呢进行不同的这种律动 它整体的座舱也是没有说像外观那样用那种很热烈的红 还是用了一个蓝白的这种配色 就看起来非常的清新还是挺干净的 作为一款这个电竞的改装版啊 它实际上车内也是融入了很多电竞的元素 比如说前边这个很像游戏手柄的方向盘 还有这个罗技摇杆呢换挡器 包括它前后排的座椅 我们看到它的头枕上面都应用这个魔方杯勋章的logo 然后它的座椅这个运动座椅 其实也长得很像那种电竞椅有没有 后面啊还安了两个特别大的喇叭 实际上这个就是专为电竞版安装的一个专属的音箱 是为了给这个电竞的玩家 营造一个非常专注的沉浸式的氛围 所以它整车的这个隔音棉都进行了一个加厚的处理 就能更好的进行一个隔音和降噪 现场我也了解到北汽魔方顶杯板配备的电子外喉实镜 相关的法律法规问题目前还不能实现交付 所以说如果你对这项黑科技很注意的话 就要再耐心的等一等了 那在前不久北汽魔方的上市发布会上呢 这款车型的这个售价也得到了一个公布 这款车型售价的区间在9.99万到15.39万之间 那很明显北汽魔方就是要抢占10到15万级这个紧凑GSUV的市场 而且呢它把自己的这个目标用户呢 精准到了95后00后的Z时代的年轻人 那为了吸引年轻人它也是具备了很多这个高配车型才有的配置 比如说它的华为鸿蒙座舱 搭载车规级的麒麟990A级的芯片 它有奔驰SC同款的60英寸的超大的AR HUD显示屏 还有年轻人很喜欢的循迹道车功能 L2.5级的辅助驾驶的功能 以及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款 面向这个电竞爱好者推出的魔王电竞版 具有很强的这种潮玩社交的属性 那至于北汽魔方这款车型能否直击年轻用户的痛点 去满足他们潜在的一个心智的需求呢 我觉得还是要再等一等市场的验证